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,这个视频啊,咱要来说说酒,这自从杜康发明了酒之后啊,这种独特的事物,便牢牢占据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,所以说酒意象,在诗歌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,那下面呢,就让我按照人情绪的喜怒哀乐,来给你介绍一下酒意象,当然,首先就是喜了, 这个喜的情绪最突出的代表作,便是杜甫的那首文官君收河南河北,这是在杜甫听到安史之乱平息之后,是喜极而泣,那高兴到了极点,干嘛呢,一起喝个酒吧,所以说他就写道,白日放歌,须纵酒,青春作伴,好还乡,这杜甫啊,实在是太高兴了,这大白天就开始唱歌欢庆, 不过只是唱歌还不能够助兴,还需要一些酒精的刺激,那注意了,这里的青春指的是名利的春景,所以这是说杜甫一边饮酒高歌,一边啊,有名利的春天陪伴他回故乡,所以整首诗啊,都充满了欢快的情绪, 这里的酒意象,就是洋溢了喜悦的情绪,那说完了酒之喜,下面我们要来说酒之怒,不过这里的怒啊,我们不能单纯的理解为生气,这更多的是一种酒之豪迈,比如说李白就曾经长期的被权贵排挤,积累下来的情绪啊, 都被他写进了枪进酒当中,他说,曾夫子,丹秋生,枪进酒,杯莫停,这是说啊,李白长期积压在心中的那些郁闷,要通过酒抒发出来, 而在酒的刺激之下,李白啊,爆发了他最豪迈,强烈的创作情绪,写出了天生我才,必有用,千金散尽,还复来,这样的诗句, 你读这句诗啊,能够感受到一个酒醉性狂的李白,而这样的诗,这样的人,无疑可以给你非常强烈的感受, 所以啊,枪进酒中的酒,是自意狂放之酒,当然了,要说酒中豪放之代表,我还能给你举出陆游的例子, 当年啊,陆游出差,路过易阳,遇到了大雪阻路,而陆游啊,平生他最大的心愿,就是北伐, 所以在醉意朦胧之间,路游就把这漫天的雪,看作了大军出阵,他写道, 壮灾祖炼从天来,人间有此堂堂镇,注意了,这里的祖炼啊,指的是士兵穿的白色的衣甲, 那喝醉了的路游一边看着漫天大雪,感慨,人间竟然有如此雄壮的军阵, 一边呢,却只能继续,起轻斗酒歌出赛,贪压凶众十万斌, 这又是说,满腔的豪情,是没有办法意图为快了,只能够强压在心中, 所以啊,这里的酒意象,便是代表了路游壮志难愁的那种矛盾愤怒的情绪, 那到这里,诗歌中酒的意象,要先搞一段落了,下面呢,咱们还是来回顾一下, 酒这意象,充斥在诗歌当中,代表了人的各种情绪, 比如诗人喜极而泣,在纵情欢乐之时,酒意象可以代表人这种极致的喜悦, 而当诗人因世事不平而愤恨之时呢,酒也可以抒发诗人那种自意狂荡的情绪, 而到了最后,我提到了,当诗人壮志难愁之时,酒啊,也能代表这种矛盾愤怒的情绪, 那么接下来,我就要说酒之哀了,可酒是如何体现人哀伤情绪的呢? 我们在下个视频当中,不见不散!